Let's go 这表确实是您预定了 但那是商场老板娘 我倒对不起 客人 您再换一款吧 算了算了 我也不为难你 不自量力的东西 董事长 新春快乐呀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新春礼物 希望来年啊 你还要多照顾照顾我们公司呀 有心了 董事长 新春快乐 怎么是他呀 哇 这里合好高档 只要是我外甥女送的 我都喜欢 外甥女 而且啊 还有意外惊喜 月总 认为有眼不是泰山 明明大人有大恋 我还是喜欢你下午抢我表示 侮辱我的样子 以后谁敢和他们公司合作 那就是跟我做 别走 你千万别 送客 这是我孙子的寺庙 所以您需要我给您孙子当医术 我要是查一查 他一直单身的理由 一直单身 看看他是不是 这个 这人找的也不差呀 还有钱 怎么会找不到女朋友呢 啊 等等等等等等 哎呦 我这个老妖啊 昨晚说了你不行就不行 你还跟我讲 看看他是不是 陈颖子 说了我昨天晚上没发挥好 不负今晚的战 真是很舒服 哎 算了 我这个老妖啊 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有些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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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说好了的 说了的请吃饭 哎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呀 我新秘书的表情 你看到了吗 早了 跟我坐同一步电梯 就这么开心 被发现之后 还不好意思 看来哥的魅力 不简单 你 不靠 这么刺激的猫 来 别眨眼啊 打扰了 你们要懂文件 哎 我隐心眼睛戴好了吗 你笑什么 看到没 这是看到我害羞了 我果然猜对了 有吗 有吗 像这个数据的报表啊 至少才能做到 别忘了 你昨晚答应我的 地方挺好的 是我想念 刚在楼下转了转 有家西餐厅还不错 原来吃饭 但是得预定 不可有堂客就行 我有车啊 你们俩直接去吃 啊 车离客到最低 我不带我们处理 怎么了 他给我的是情侣专用券 原来他是暗示我 这是他给我的 你带我来这吃啊 对啊 怎么不喜欢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就好 那我们吃完饭 一起看看电影去 这不太好吧 你男朋友他不会介意吗 我男朋友 对啊 就一直黏着你的那个男生 你说他呀 他是我兄弟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 兄弟 那你们今天在电视里面说 新闻在这 那是我们昨晚打游戏 我输给他了 那我下午还看到你们在办公室 不不不不 不不不 这 你一定是误会了 是他隐形眼睛掉了出来 让我帮他戴上 让我帮他戴上 所以 你们 所以是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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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不得 你一直不太恋爱 原来是看上我身边的人了 难怪让我安排他 做你的秘书 给成小鬼的 我不敢 你们去 请你给我 放开 老师 老师 我们家子涵怎么了 月爷姐姐 老师让我请家长去开会 你帮我去一下呗 不行 老娘要看店 你成天在这白吃白喝的 我已经很亏了好不好 这是我菱花田 有没有200万 赞我节了 你帮我参加唱 准备 是这样的 昨天你们家子涵和别家子涵打起来了 因为子涵为了你们家子涵 而冷落了别人家的子涵 不是我 我 简单来说呀 就是费羊羊为了买羊羊 打了我这个喜羊羊 懂了 那个子涵家长你先等一下 我带子涵回趟班里 呃 走 快点 哦对了 等一下费羊羊 哦不对 就是另外一个子涵家长会过来 你们先好好沟通一下 OK 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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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你好 呃 你就是子涵的家长吧 是的 你们家子涵啊 平常在学校调皮倒带就算了 这一次 居然会动手打人了 对不起老师 以后 我们一定严教管教 知道错了就行了 不过 您是 潘子涵家长 我是张子涵的家长 这小孩 怎么跟我说还找了个人啊 算了 不能穿梦了 老公 你怎么才来呀 看我们家子涵 在学校都受欺负了 两位先请坐吧 好 来 情况是这样的 最近子涵在我们的 老师 我们家子涵昨天早上去学校还好好的 这么突然就打架了 你们学校就是这样看孩子的吗 这个 就是你们家子涵打了我们家子涵吧 子涵妈妈 你先冷静一下 其实是你们家子涵先弄手的 那我们家子涵手还打疼了 这怎么算啊 老师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我们家子涵一向是不听话 肯定是你们家子涵招惹了我们家子涵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磕个头就行 果然是费安阳的办法呀 那我听说怎么这么多鸡都没有出场呢 你们 你 嘿 你不是向我好卖粉的吗 穿个鸡帽还真以为是凤凰 我该你们家子涵被欺负 我老公可是江北集团的高管 你们最好识相点 赶紧搁下来认错 江北集团的高管 我怎么没听说过 那你可听好了 那你可听好了 我老公是江北集团的高管潘勇 你都听到了 立刻 开除此人 切 少在那里唬人了 好好好 这就是我老公 你们最好识相点给我道歉 不然 这是我老板 你害老子失业的一致 不是 你还有脸叫我老公 孩子过来给带坏 咱们那天吧 孩子给我 老公 所以 你就是江北集团的总裁 一个超级大财房 哥 我给你介绍老婆 不错吧 老婆 是不错 月夜小姐 有兴趣认识一下吗 哥 小鬼 又去哪玩了 去校门口的粉店了 老板姐姐可漂亮了 哥 你要老婆不要不要 要老婆的话 我给你送过去啊 嘿嘿 好啊 那你把他送过来啊 那你明天记得替爸妈 去学校这股市 所以 你当时是花了200万 把我给卖啊 200万看什么 你嫁给我哥 几百亿的家产 都是你的 别忘了 他说 那些人 我 不不错 我 你